我欠下的宅 就让我来还吧 二兄姐 不可以 让我死 二兄姐 你让我死 非烟你听我说 非烟 非烟 该死的人不是你 该死的人不是你 是那些 是那些伤害你的人 你俩活着 你又有家人 有父亲 有哥哥 为了他们 你要活着 好吗 他们不会要我 我可以跟家定脸的 找到我 我姐姐之后 把这些东西交给他 告诉他不要再回来了 好好地生活 是 你也下去吧 是 您客气了 是本世子 应该感谢窦相爷的款待才是 这里面是几件备用的衣服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原非白给他那个女人起了个矫情的名字 叫什么花夕夫人 我把这个消息已经散出去 花夕夫人已经被本乡赠予断月容 到时候 我倒想看看原青江知道自己的儿媳妇 爬到别人的床榻上 会是什么滋味 是什么滋味 有像是 怎么回事 你也在那里 这些东西 是什么的 你也在那里 你也在那里 就是这家 谢谢 有人吗 快来人啊 怎么了 快 快救救他 快点 来 光潜 坚持住啊 谢谢 没事 谢谢 慢点啊 慢点 大夫 他怎么样了 这位小哥重伤未愈 又感染上了风寒 怕是 怕是什么 怕是很难治 而且还有花很多钱 大夫 钱不是问题 这个 这个你都拿去 就 就这点钱啊 这点钱只够管几天的药钱 大夫 您只管开药 钱我会想办法的 大夫 我求求你了 绿水 第一次看见你这么不斯文 他既然已经做了世子的妾 就应该对你摆一摆顺 我 瞧他那副样子 我就是帮世子 教训教训他 我 我才不是他那小妾呢 我可不想嫁在你们中间 听说了吗 豆樱花把原家三公子的爱妾 花夕夫人 献给了南国世子段月容 这一女十二夫 这原家的脸面 都被那花夕夫人给丢光了 谁说花夕夫人尾身于段世子 大家伙都这么说的 一派胡言 那是豆樱花的阴谋 我们可不知道什么阴谋不阴谋的 我们就知道 这踏雪公子 要变成绿茂公子了 绿茂公子 你们 你带人 把花木槿给我找出来 是 末将定将花木槿带回紫园 不用 不 已经找到 就地处决